今天晚上想必大家聊几句心理话 可以说我们今天不仅仅是无有之乡的公司和网友 我们都是毛派共产党人 毛派共产党人不是一个组织概念 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文化概念 他不在义是不是当年了 只要你信仰共产主义 你信仰共产主义 要坚决走圣主义道路 要为复兴圣主义事而现身 你就是一个合格的、优秀的毛派共产党人 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毛派共产党人 那么 来到景当山 肩负着复兴社会主义的神圣使命 毫不夸张 因为今天中国大地 虽然我们拥有13亿人口 但是渴望回归社会主义 并且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一生 和生命的 那么只有我们这些毛派共产党人 所以我昨天讲世界转型的希望 看中国 社会主义的复兴 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 那么就在我们目前这些毛派共产党人身上 我们可以这样讲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后一张王牌 如果这张王牌仍然不赢 那我们的悲惨命令将不可避免 今天形势就是发展的这 我们也不是为严重的手机 我们中国今天金融环境资源 转基因 从军事到政治到经济到文化 到国家主权 一系列的危机 已经超出了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 人民承受的底下 那么之所以 人民还在承受 这个民族还在承受 是因为它没有看到明确希望的利用 是因为 这个民族的王牌还没有出手 我们就是这最后一张 可以这样讲 我们此时此刻来到 金刚山 感情是不一样的 感慨万千 而这也是今天 我有一些激动的在 革命先烈 那个金燕堂 可能大家看到 我有些激动的原因 为什么展开万千 我想在座每个队 先烈白死 血白骨 当然我们这样说也不完全对 因为还有我们 还有我们这些毛泽东思想 留下来的种子 而我们的使命 就是要进行红色翻盘 不能让那些 先烈的先血白骨 不能让他们命白丢 可以这样讲 金刚对我们来讲 很严峻 要么我们像今天 金刚山的先烈 那样走进坟墓 要么这个民族走进坟墓 我想在座的 每一个人 哪怕不是毛泽东 只要是爱国人 他都是宁可自己走进坟墓 也不愿这个民族走进坟墓 我们回顾一下 毛派共产党人 从我们的领袖毛泽东 毛骨席开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是三上金刚山 第一次上金刚山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是搞新民主主义革命 是要革帝国主义革命 革官僚资本主义革命 革封建主义革命 要推翻三个大三 要实现民族独立 要实现 要实现国家统一 要实现人民解放 这个任务 在历史上已经完成了 那么现在反复那是另一个问题 那我们向前来讲第二个问题 那今天和大家讲三个问题 第一呢就是中国 再次走到金刚山 第二呢就是中国革命 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与革命的反复 社会与的反复 第三呢就是目前 中国复兴社会与的关键 再重新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 就中国再次走到金刚山 所以我们讲第一次 第一次上金刚山 1927年 当然答应 我们不要把他机械里来理解 我们不要把他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理解 我们要站在历史上场合当中 来理解这个问题 麻烦国家党人 第一次上金刚山 是要革三个大山里面 第二次上金刚山 1965年 是要革官僚集团里面 要革走资本主义到我当家派了面 要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谁诞成谁的问题 我理解 毛主席的1965年上金刚山的时候 已经决定了 要通过一场新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那么来解决 所有社会主义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来避免 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革命再次渲入历史的中期率 来避免 新民主义革命再次沦为历史上 一个博学集团代替另一个博学集团的革命 一个博学方式代替另一个博学方式 特别是大家从主义那时候师党中 能够感受的可伤景天蓝月 可下骨杨卓彼 谈笑太歌坏 当然 由于历史条件不成熟 由于人的自然生命的有限性 毛主席遇到这个问题 人的自然生命有限性 和这革命长期性啊 之间的一个不可克服的谋 我坚信 如果主席 自然生命倒退二十年的话 文革他还会在本一等 等条件更加成熟 甚至 可能会允许他 在某种程度发生反复 使人们能够接受教训 因为今天 中国人民接受教训了 知道了是非对错了 但是自己的领袖也能走 今天的13亿中国人民 完全是一群没娘的孩子 因为前几天我去 长州 长州有我们一个红色 这个艺术家 叫戴成 他的红色合唱团 然后我去他唱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见王宗 真是控制不住 此时此刻唱这句 歌那和原来是不一样的 真是 二上警告三 是要 解决 中国的反秀防秀问题 解决中国的自负力 解决中国 那么 社会主义 调节下继续革命问题 但是 文化大人民和苏联东的社会主义一样 遭受到重大挫折 甚至最严重的挫折 这个挫折一直到今天都没有 一直到今天 估计除了在座我们这些人之外 多数中国人仍然难以接受 我们要认清了现实 尽管文化大人民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但是用于长期的摇满花 传续有 那么多数人呢 人类不理解 而且 如果说 我们在文革的问题找不到突破谱的话 完全用实际用 有实践 来教育人民 那中国人民对文革从业认识 实际上会付出巨大耐角 理论的作用在这里 如果什么都用实践去教育人民的话 那代价就太大了 是不是啊 如果老是用摔跤来教育浪子的话 是不是啊 代价太大 这就是社会需要理论 革命者需要革命理论的缘语 用理论的启发力 是不是啊 不要非得要用实践摔根头的 流血办 所以我们在文革这个问题上 我们现在呢 确实是在这个问题上 需要我们去好好思考 需要个大事 只要带领中国人民不断的认识的问题 是不是啊 包括在世界政治文明的舞台上 我们要有道德 现在的道德背高 转为道德原道 我们又有道德挖地 重新回到我们道德这套点上去 但是呢 又不能把现在很多中间的那样下注 现在我从真实界和政界来看 这个问题是可以来到的 当然对积通群动可能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大问题 是不是啊 我说不是大问题 不是说积通群动 万个司法解决问题 你不会把他吓跑 但是呢 在这个知识层面 在这个层面上 在这个 或者说中产的这个层面 在这边之上 那么这个问题 确确实实上是 这对我们的重复 所以呢 大家可能也都看了 我有一些哦 很多文章都回避文革的问题 因为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随着两个反面教员的不断努力 一个美国这个国际反面教员 一个国内买办集团这个反面教员 随着两个反面教员不断教育人民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成功 开始对中国的社会历史 特别是60年 共和国历史开始了重新反思 重新反思 是真正的反思 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呢 关注不永迟 因为现在现在也没有其他地方 嗯 各种各样的 因为现在上网很方便 他不想指媒体 是不是啊 你要看一个东西 可能还要顾及你身边的人 网络就把门一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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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就使得私人行为 说来这里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 民进出路 社会的出路 或者有的人看了不是很重点是解决现有毛病的出路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很多知识界 政界 并不像我们大家所想象的那样 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傻蛋 是不是啊 都是脑满猖肥 都是一个弱智 不是这个 你比如说 薄熙来是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 是不是啊 那班够大大了吧 在咱们看来 大家看一下 那么最近薄熙来的一系列讲话 那么他的危机意识 是不是啊 是相当强烈的 相当清醒的 他的出路的思考也相当明确 所以说 特别是最近 那么 薄熙来公开 打出了共同富裕的大气 因为只有这四个四个能解决 中国现有的问题 确实得抓住 抓住要的 同时这就是个句话 共同富裕的大气量出 表明重庆不再是改良了 重庆 模式重庆窗户大会 发生了质的飞跃 道理很简单 共同富裕就是君贫富 君贫富是中国 历史上历代革命造反的共同国 从秦深武广到孙中山 到后来的景高山 他也反而抓住了中国历史的根本 抓住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 在中国人民的正本要求 确实是不重要的 那么瑞斯 这些人大家都在思考 都在探索 所以呢 这个 关注无忧之乡 人也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考虑 这个团结最广泛的 这个力量 来最大限度的 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写文章的时候 在法文章的时候 在管理文章的时候 就不能完全 邀了性子来 就不能完全 考虑一识的是非对错 为贯 是不是 我们必须要讨议好 所以这也是呢 可能大家 有些人感觉到 张红良 越来越成为投降派 的一个原因 确实 我自己也知道 我现在文章 和过去文章相比 你说在批凳这方面 已经停下来了 你们知道 有时候偶尔提到 我看文章之乡的编辑同志 也都跟我 用叉叉叉 把凳子给我删掉 因为他们在这方面 比我看的更宽一些 因为确实接触了一些 各界人士 甚至是我们 左翼内部的人士 很坚定地 冒开过来当 很坚定地 爱过这些人 接受不了 对 这种批判 接受不了 是发自内心的 也不是阶级的 就是认识 哎呀 有些同志苦口破心的 给我做工作 一场场的破景 请我 就想让我放弃 一脉相承的 我说作为政治语言 可以 作为历史的胡说八道 但是我们在工作上 有些人口 所以在这一点上啊 在这里呢 也希望大家 回去多做些工作 我怎么做工作 不是做账头 有些激烈的呀 放不出来有些同志有意见 然后很多人给我打电话 哎 说咱们能给 我有事想他们说一说 对吧 大家多做也不做 因为它不是个学术网站 也不是个单纯的文化媒体 是不是啊 如果我们是个单纯的文化媒体 学术媒体 那毫无疑问 是不是啊 它各种观点 越多越好 越邪惠越好 是不是啊 观点越小越好 因为咱可以增加点击率吧 是不是啊 那现在不是 同志们 我们从事的是 一个神圣来崇报的事业 这个事业 超过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生命 因此我们必须 当我们投身这个事业的时候 或者当我们投身这个事业以后 我们必须学会 无条地服从这个事业的要求 那么这是什么 我讲的关于这个二小情况 关于文革这个问题 文革问题 文革问题必须在解决 不解决不行 但现在确实解决不了 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一个 口号 可能大家也不注意到 就是 我们可以把它展示放一放 放一放 因为我们说文革是伟大的 这是实情 这是历史实 这是解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那么你现在接受不了 那好细节被妖魔化了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 我们最近一直在论这个问题 妖魔化文革 成为宰杀中国共产党 宰杀中华民族的一把政治尖刀 就是通过妖魔化文革 证明你是个烈等民族 证明你是个邪恶政党 证明人民革命是邪恶的 社会主义是邪恶的 毛泽东更是邪恶的 他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带来 好多人总是犯一个糊涂认识 认为我们这个民族 辉煌历史五千年 我们这个党 辉煌历史九十年 毛主席辉煌一生 还会继续辉煌 因此那十年犯错误 没问题 承认这个错误 我说不行 别说不是错误 退一万万了 真是错误 要更要无法 道理很简单 就像一个妇女一样 你这一生再毁煌 再争结 你只要承认你当过十天小姐 人家就骂你 这十天就能把你骂死 是不是 就是说 如果我的一生啊 我都还连症结 我就当了十天小姐 你或许会认为 这十天小姐 不影响我的一生 在我的一生当中 她是 比的很小很小 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这个一直在会 这一直在杀中华民族下 我现在看的很明显 你看这一次又 又一回朝 就是从宗教文革开始 这是从宗教文革 是遭到重挫 有人说不是重挫 有些师傅的重挫 想不说 反正一帮狗铺上去了 第二个小姐 就是进行文化大革命 这也是二十一世纪 这也是二十一世纪 人类社会最深刻转延的一个政治主题 现在 谋害共产党的第三次上井河山 我不是狭义的指我们这次来的 是不是 大家不要发了误 是不是 毛泰国人第三次上井河山 第三次上井河山 所要从事的就是复兴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 复兴社会主义的 道理很简单 人类的希望在社会主义 而社会主义现在的命运决定了中共 当然 你从人类的发展历史长河来讲 是不是 那么再过几十年 再过几百年 是不是 再过上千年 只要是人类它追求这三美 是不是 它追求核心共生 它追求和平与发展 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它非都尚绝着这条路不可 别人解决不了它 但是我说就目前来讲 我们说 关键是什么 说复兴人类 从这点来讲 整个人类希望 是也希望寄托在中国人生 寄托在复兴社会主义生 复兴圣主义 那么复兴圣主义 那么复兴圣主义 我想在这里呢 我们来谈谈我们 我们复兴圣主义的口号 其实包含两层汉 是不是 包含两层汉 那么第一 这口号本身就隐含着我们对现实的判断 是不是 对上 就现实 我们违背了社会主义 或者说我们走入了邪路 走入了邪路 走入了企图 或者说是复辟了资本主义 但复辟资本主义 和全部型资本主义制度 是两个概念 好多人可能在这里不理解 我们有些争论 一些认识争 可能就在这样的问题上形成的 他说复辟了资本主义 就和美国一样中国 是和资本主义国家 不是 这我们讲 包含了我们对现实的判断 我们走不走 第二个韩裔 它包含了 复兴社会主义在中国是能走通的 这我们坚信 能够复兴 第三 第一 意思就是 它复辟了 所以需要复兴 第二 在现有基础上 在毛主席留下这个大的制度框架 和毛主席指导下 能够复兴 当然 有完整的解释 当然 还得应该 最关键点 第三层的意思 就是我们追求是社会 因为本身 我们讲的是复兴社会 所以在这一点上 把复兴社会主义说成投降 我就不理解 你就是单纯从字面而来讲 是不是啊 我们说复兴社会主义 不是说复兴社会主义 怎么就从宋教了 高求是搞社会主义的 对不对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想呢 这个 谈一下第二个问题 究竟如何认识 如果当前 中国革命的反复 这问题 这问题 我觉得上次也是和小号 我们两个人 在重庆好像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路可认是当前社会兴党 路可认是当前社会兴党 路可认是当前中国共产党 就是英明在他长讲座以后 呼里一下子 就是炸了锅了 哎呀 各路人马都杀出来了 为教掌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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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教掌和良之乡 送江 保皇 全出来 就那个讲座以后 有没有 有吗 我想的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谈这个问题呢 现在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 认为呢 既然中国富贵的政治主义 就说明原来那个制度有问题 反正不从我讲来以后 这个东西很有道理都不对 如果原来这个制度有问题 毛股思想就站不住脚 因为这就是毛股东建立的 还不是在毛股思想知道在建立的 是毛股市亲自建立的 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 如果说毛股市最后建立了一个 官僚制度的话 建立了一个剥削制度 压迫制度的话 那这东西怎么毛股市要为他在哪里 因为今天的基本制度没改变 是不是啊 就人坏了嘛 对不对啊 原来是这样的路 现在变成 变成谁了 变成 哪儿坦克斯有名呢 现在 啊 太多了 太多了现在说不出来了 是不是啊 分清了 到这个童说 都在下面看观看吧 嗯 是不是啊 原来就是流行探章子上 撒两个人教这个话 现在有名的取三多 现在撒三多 是 他基本制度没有变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问题啊 这是我们将是我们必须回答这个历史问题 这个理论问题 否则的话 毛主席这个大旗 你就扛不住 我们说扛得住 扛不住 关键是人民能不能接受你 而不是你这些毛团共产党人自拿自刹 是不是啊 你能不能再给人的十三亿中国人民上去打算 对不对啊 你这种人就必须得回答 对不对啊 我们很多 现在的毛团共产党人 有一很真正的毛团 我现在有个同志 他们为喊毛主席去死 对不对啊 但是他这种人骗是错的 他这半年实际上在客观二 是对毛主席上是极求的 所以他就认为是肯定这个制度本身有问题 对不对啊 在那边就弄出那个毛团论什么内音外音 表面听起来好像都讲的很有道理 不是 我说不一定 一个制度有问题的制度才会反复 没问题的制度照会反复 道理很简单 我想说这么几条 我认为今天听出来和大家讨论 我开始给大家说几句 掏心过的话 是不是啊 聊聊天 第一 第一 他反复的避难性 不可避免性 是由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 社会主义革命要干什么呢 要消灭过去消灭压迫 是不是啊 剥削压迫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 形成这个社会主义 对不对啊 你要把他消灭掉 这么大的 如此根本性的转变 没有反复一向的成功可能 对不对啊 就算你的制度特别好 是不是啊 可能啊 你想让少数精英特别有本事的人 和那些没本事的人过一样的日子 他能干嘛 对不对啊 这什么叫精英意识 他没有闻有本事 对不对啊 所以他就不愿意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你要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他就骂你朋友主义 骂你打锅饭 对不对啊 中国的感觉 他是不是建立这两个东西呢 比如说啊 平衡有一个大锅饭 什么都平衡有一个大锅饭 大家想没想过 就是少数精英 五秒老百姓的一种说法 他认为他有本事 对不对啊 所以他就不愿意和老百姓吃一样的饭 他就要吃一样的可辣 是不是啊 他就不愿意和一个老婆 他想戴上好多牛 就这么简单 其实理论还原的本性是很简单 对不对啊 你这场革命让这么多精英 让他过老百姓的就是可能啊 对不对啊 所以他的反复是必然的 不反复的是绝对不可能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即使他再完善这个制度 他一点劳力都没有 他也必然会有反复 就是他的性质制 他性质制 你要把以往那个善良给撤掉放动 他不可能会遇到聪明人的精英的反抗 这些人还不一定就是过去遗留下的犯网友分子 那么一手中国人关了基督法案 他并不是就是遗留下的犯网友分子 什么叫新生资产阶级 他就想过老资产阶级的生活 对不对啊 他也有条件 他必然会反复 所以文革一结束 为什么 整个这个官僚集团都团进 邓老平中围啊 抛弃了一切官员的束缚 代表了国学精英 代表了精英 是不是啊 可以从临起来老板 向头上让你们发展路线 因此无论什么精英 只要他是精英 他一定用胡同老平 不过他政治精英 经济精英 文化精英 除非像马克思讲的 少数叛逆者 我们在座很多就是叛逆者 对不对啊 对我们在座的 有很多老板 是不是啊 有很多官员 也有很多学者 朋友就属于叛逆者 但是就以整体来讲 那么 他肯定就是 是会议 用胡同老平 他接受复逆者 至于老百姓 上当受骗 那是另一个问题 中国老百姓 之所以会上当受骗 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 所谓国民性有问题 我不通常说 也不是因为中国的官僚集团 特别聪明 而是中国特殊的历史状况造成的 正常认识说呢 就是因为中国有过毛泽东 他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 骗老百姓 歪妻子的 要不老百姓根本不入伍 是不是啊 对不对啊 他是透支了毛泽东的信 透支了毛泽东 那个时期共产党的信 所以他才能走到今天 他才能够把思想的枷锁 不知不觉的再次套得毛泽东 而我们的任务就是 要重新砸碎这个死掉家族 要告诉老百姓 过去他就带兔子包装 这是一包骗 他根本没有毛泽东的信 而现在可以这样讲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这一点 认识这一点 中国老百姓 完全完成这种业实性的转变 如果不借助于某种事件的话 短期内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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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在什么地方呢 难在他们进行大量的 道义上的妖魔化 道义上妖魔化 现在人民群就从自身的切成利益 从自身的遭遇当中 他在政治上 对毛主席的 对毛主席思想 他立场转变 是不是 但是还有一个道友 尤其中国老百姓的一个特点 他把道义合法性看得高于政治上 合法性 再加上呢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 和帝王将相的高墙大院 对这种信息的阻隔 它导致了 老百姓特别容易 相信那是道义 妖魔化的东西 所以说那这个方面 这个老百姓啊 可能还有过程 这也是前一段我们呀 要声讨毛玉士啊 的原因 毛玉士 这个老王八蛋 他那个集团很聪明 他知道 他知道 你现在政治上在妖魔化的很难了 是不是 他就开始啊 道义了妖魔化 因为中国老百姓确实 这是中国老百姓的一个特点 长期的农业社会形成的 把这个很难解决 他不想西方国家的国业社会 那个市民社会 这一点他和右派利用这一点 这也是呢 很多毛派 共产党人对毛玉士感到的分别 可能提到毛玉士呢 很多人呢 这个 一直有个疑问 我想 我要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 感到毛玉士 但是 我们起诉了半天 似乎不了了之了 是吧 感觉到这个 难以接受 这个问题怎么来看呢 我知道 第一呢 确实毛玉士的问题是风云突变 形成这个结果我们也没有了 因为最初呢 我们反击毛玉士 一个是判斧无私行 那么 再一个我们是考虑到什么东西呢 嗯 考虑到 本来就是一条死狗 我们先打个死狗试试 咱们现在力量不行了 一兵一足都没有 是不是啊 一枪一炮 所以咱先打个死狗 打个死狗啊 撞撞了 这个士气 你毛玉士是零八宪章签署 零八宪章 那是要共产党命 要共和国民 它根本的 它最核心两个主要 一个是多党制 一个是邦联制 邦联啊 邦联什么意思啊 就把中国分成许多国家 还不像美国 美国它是联邦各个州 是不是啊 邦联是 独立国家的联合体 就和苏联解体以后一样 也有新搞的蛮人 谁对谁都没写苏力 那中国可就完了 啊 中国今天这个资源条件 再将中国历史啊 一直是大一统 根本就没有 各个公国啊 是不是啊 独立存活的条件 那肯定是选择的 那肯定是选择的 不用美国 再对中国搞计划成立 搞计划变决 就互相杀是啥没有 郭宇室是第三个签署人 已经被定义敌对分子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这个 在这个问题啊 应该没有大问题 我们 我们当时想认为 不会 不了了之 而开始形成发来的 是一路都很顺利 就是六月份风云突变 六月份究竟会说风云突变 现在到现在我们也不清楚 我们只能从阶级分析方法来看 肯定 除了阶级矛盾和政治矛盾 民族矛盾 激化的这些原因之外 还有的一些我们不知道 那就是说一句 在那之前 一再保证 肯定要处理毛衣服 最后最后 最后最后 最后的答复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毛衣服再次要敌 就这个要不扬为情 北京市公安局不但没有起诉 没有逮捕他 反而给他保证保护 给他听我个人不好 毛衣服这个问题呢 不仅仅是毛衣服一个个别现象 他只是整个用 这个我把它称为是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把它称为是极端用意 势力回潮的其中一个浪化 全面都回潮 而且很厉害 我也正是 这种全面回潮 那么导致了矛盾的计划 而且现在看来 这个矛盾的计划 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有可能会 有可能会打乱中国社会的政策进程 所以毛衣服这个问题呢 那么走到这一步 我们确确实实有一个问题 我想请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强行 非要处理毛衣服 不可 要么我们不答应 也能做的 也不能做的 但是大家想没想 那可 如果我们要是跨了这一步 在这种三角当中 是不是啊 我们就是跳墙的实力了 我们过去一直在讲 我们现在任务就是 向主席胜天奖励 主席胜天有句话 我们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就是促进矛盾 转化 是不是啊 使事务 使颠倒了事务 重新被颠倒过来 恢复世界的白白变 所以我们的任务 一直我们这样讲 这两年来 不是说在挪异市 一个市一个 一时 是不是啊 大家会不会 我们一直在讲 就是我们的战友 比右快跳墙 而且在这方面 我们确实做得也不错 那么如果我们跨了一步 你就说 我们去游行 去示威 是不是啊 如果跨了一步 那正好 形成一个两败局上的局 对不对啊 恰好这个局面最符合 美国和买办集团的民主 是他们做梦啊 都在设想这个局面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想啊 我们还是应该以大局为主 以大局为主 靠起来想一想 我说我们没有实在乎社会 你想 整个社会 所有关心中国政治的人 社会关心中国的人 都看到了 毛派共产党人 几万人 是不是啊 在某宇室有一个问题 几万人挺身而出 真名实姓 参加签名 有不起啊 勇派喊了半天 说他们搞一个对立行动 什么 是吧 那个一个叫铁人 他喊了半天 但最后喊了他一个人 他们用怀 之所以老在这个五万数字上 来做文章 他是胆性 心虚 他真喊 所以他老嘲笑我们 中国十三亿人 你才弄了五万人 是不是啊 国内不连五个人都没弄全 你喊了半天 你喊了半天 不是喊了 你一个单崩吗 对不对啊 或者是真名实姓啊 08县上在国外美作品 发动动了 大的媒体 全球前名 才弄了两千人 而这两千人 他都是化名 网名 什么三毛 什么死神 对不对啊 真名实姓 这就是一种政治 中国人民的政治表态 他让各种政治表态 都看着 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 总说我们说了 三十年来中国人民不是第一次登上 历史舞台吗 塔尔黄秀的 真名实姓的 中国文化最值得承造的就是老子做不 行不登门做不改信 对不对啊 塔尔黄秀的登上历史舞台 对不对啊 所以通过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一大胜利 对不对啊 一大胜利 那整个世界看到我们的地 所以这一次建三九十中间 那么多喜欢干通议社都找过有志向 那天我在上面接待 这朋友知道这个小阁楼 若他朋友上下两层了 可能你没去过就知道 很小 我在上面 那一会儿接受小中本的采访 那小朋友在下面 那一会儿接受好几工 这反映出了中国 这反映了国内外 都开始 把毛派共产党的人 看得起来 独立政治链 是不是啊 这不就是我们 很好的工作成就 把老菲得拉到川岸街上去 是不是啊 玩个头破血流 是不是啊 那还叫 善给亚 我们干嘛要死 要干那么啥事 大家看 茉莉花革命搞了好几个月 那一个人都没有 我说这个中国这帮用派 也确实有本事 搞了好几个月 咱们不行啊 搞了好几个月 搞了好几个月 就全个一个人都没有 就没人 所以我说以后应该给你们起个名 叫隐形革命 或者叫无人加死 我讲这个东西 我支持邱氏讲 不是安慰大家 但是在这里我要给大家随便讲一下 以后遇到问题 遇到问题 我们一定要多往经济的方面行 向自己的方面做 对不对啊 向自己的方面选举 不要老师把屎盆子往自己和我扣 人家扣了我们三年屎盆子还没扣过我 是不是啊 我们自己再扣屎盆子 所以我说 郭勇士相对一个评论文章 叫一场伟大社会主义民主运动 是不是啊 我说我们还要再写一个 伟大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 这才叫正民主大 我说毛律师的问题啊 大家要正确理解 我正确理解 这个 可以这样讲 希望我们在毛律师的问题 或者在其他地方上街 这恰恰是 对方整个战略的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要死 这个书动出毛律师的什么意思 这个书突然突然用那么恶毒的语言正往熬动 什么意思 其中就是想探毛牌的底线 还有一个主要目的 比第一个更厉害 就是要想让毛牌上街 让你互相 让你互相 火币 我们一讲 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形成多了 三派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们公开讲的也讲了 现在大街 我看看 现在基本上 左派右派大家都在有这个概念 一是 一是 我们称为是国家派 好多人叫维稳派 是不是 或者叫正统派 是不是 一是 陈船派 为什么陈船昨天我们讲了 他说 他说当好父亲 当好爷爷 当好丈夫 陈船派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派 我说要改航派 船不能承担航洞 就在改 工长 不能再死 在旧航道上上下跑了 因为前面就是 冰山 再走下去 太阳一块号 非臣不可 三国太是一旦形成 对任何一派来讲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 两两派火兵 是不是 没有两派火兵 而且火兵的越前面越好 最好双方啊 当平衡老板 对不对 尤其是现在毛派 卢博士一处理优火兵来整好 说一个 把毛派定为暴徒 把官方定为专制 不是吧 整好一大人 俩都趁你柴的脚下 都扫地利息拉起来 这也是他们提供的意义 因为他冤愤怎么搞了半天 一个人弄不出来 我说中国右派也是够可爱的 他下来给一些学家写 你是怎么写吧 太自私了 你说我们 我想 我们一个萧萧的网站 是不是 发了个呼吁 发了几万的钱 这就是民心 这就是民主 中国人民的真实的选择 真正的选择 大家都清楚 都清楚 可以这样讲 这个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行为 我想将来历史学家 会这样讲 没有这个行为 这些党内 体制内的马克思路易者 不会突然有这么大的武器 因为原来啊 只有用在一个群众 是不是啊 今天我给你搞颜色革命 明天我给你搞颜色革命 天天吓一哈 把两腿打到手 是不是啊 这是我们 让他们看到 你只要选择上海道 你只要选择为人民服务 是不是啊 你只要选择 民族复兴 那么中国人民就会支持你 义无反归的支持 只是现在 在多数是体制内的人 还不相信 所以今晚我们文章讲的一样 现在的问题是 人民相信共产党 共产党不相信老百姓 各位主席讲啊 我们要相信共产党 现在群民相信党 唱红歌就对相信党的表现 好多人说他唱的是国内共产党 放屁 他们不唱国民党的 是不是啊 如果他对共产党 说和国民党一样否定 他干嘛不唱国民党 他干嘛不唱国民党 你现在哪个共产党唱国民党呢 对不对啊 你现在拿着我 我先唱蒋介石了 对不对啊 那是呼唤 那是因为他对共产党有信心 他的呼唤共产党的昨天 是不是啊 就像你们女同志一样 你对你老公有信心 你才讲他昨天的口罗好 你是为了让他改变 是不是 那道理啊 如果你要对他车里趴上的话 你早就一脚蹬了 去把这儿处了 我还天天表扬你昨天 是不是啊 那不可能的 他还天天表扬你昨天 从现在开始 可以这样讲 起诉某种事实际上这个标志 那么被 这个 资本主义复辟 分离开的党群关系 将由此开始 踏上党群一体化的发展道路 体制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 党内外的毛范共产党的 党人将由此开始走向 重新走向一体 有分别 有对 多了不起的伟大意义啊 怎么说失败 是不是啊 那非得把毛衣士拉给窗币了 才想成功啊 那我们的行为 为什么要等着对方 别人来肯定我们呢 是不是啊 是我们确确实实啊 这个 我们 确确实实我们的 父亲社会的事业在大大部分前进 南海事件 是不是啊 多少关心国家的人 想不通啊 那这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人来讲 说到中国大部分 专业圈特别不理解 说菲律宾啊 越南老百姓都闹反了 说大家开始他们 那大部分大部分大部分全没人管 公信的老百姓极端就做事了 说了不管用 但是呢 凡是稍微关心着实施政治的人 无不痛心疾愁 你说菲律宾算个啥呀 是不是 阿基罗那个老娘们天天给中国叫板 说要为汉为菲律宾的领土不惜一战 就你还一战 是不是啊 你菲律宾都喊着中国不惜一战 你可见这国家到了什么时候 你尤其大家看看最近希拉里关于中国的讲话 那根本不是一个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对话 已经操作了宗主国队殖民地的对话 正是这矛盾的发展 是人们的崛起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毛泰国人家当着崛起 了不提啊 突然冒出 一个强大战的力量 这毛泰国人家一件小事就五万人钱了 因为毛泰国人家是个小便三啊 是不是啊 毛泰国人家是个小便三啊 对不对啊 就是个大便三的 那是不是人更多啊 咱起诉如果生草的不是个小便三 是个大便三的 大家可以想想 这是个 我今天呢 借这个机会呢 就某有事有个问题啊 你来讲一讲 我想呢 回去如果有事 我还想 我还想 在专门做这个事的想法文章 文章题我就想好了 大家如果不同意我不用了 就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伟大胜利 是有胜利啊 多大的胜利 不是吧 奠定的历史一块砖 杀生亡也是 也不会有这么大成果 好这是我们讲的 对啊我讲的第一个我们讲的 就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反复 不是我们制度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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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种反复避难的 制度再好都没有 哎呀 所以我昨天给大家也谈到了 我最一直在讲 我今晚不多讲了 我还讲的说也就要 我可以这样讲 大家仔细比较一下 你打你 因为我教过很长时间的比较政治 所以我是搞经理学的 因为这是我管理学里的邀请 我给你讲过 我讲过六个学期的 你打开世界政治史记录 你笔掉一个国政府框架 你会发现 某种区创开了政治框架 单纯从政治技术这角度来讲 是最美大力最核 最核 最有效 不过就我说这些谈到的问题 是不是啊 那么 共产党 来领导一切 东西南美中 是不是啊 代表人民利益 人民一盘散伤 是不是啊 都党的 形成自己意义 那么 党 政府 治愈党的领导之下 由 共产党员出任政府干 这被推荐好了 是不是啊 我执政党员 因为党本身就替你把这关的 是不是啊 那么 人民政府 然后 人民政府 他的施政纲领 来自于政协 政协各种政治力 是不是啊 过去的国民党什么的 全在政协 八党九名党都在政协 那么政协呢 来提供政治方案 人呢 来进行决策 好多人老讲说 人大橡皮图章 是不是啊 这我们自己给你讲 这不对的 人大就应该是橡皮图章 人大 它就应该是橡皮图章 人大 不是咨询机构 不需要专家 人大是决策机构 提这种提务性的决策 对不对啊 就应该是老百姓 就应该是没文化的人 就应该是一包你腿子 它就是盖盖章的作用 它不需要等别人 说胡耀邦这个 他当时就是造出这个东西了 说是 人大代表素质太差 没法权色 对不对啊 下面图章 好了大家 就可以选自己的选老板 选官员 是不是啊 到胡适项目图章 完全成了一个富人专政机器 官员专政机器 人家就干这个 就是 这么些拿着东西方案来 对不对啊 拿着方案来 第一步先进入人民政府 对不对啊 有没有任务沈产沈产 对不对啊 包括党委 党委也看一看 就是 如果都就是行的 因为最终是人民的国家 教人民代表法 因为所有的环节 都是聪明人 都是精英 教人的话 你腿子 有他们 来 听听 你这玩意儿对我有好处 没好处 对不对啊 我来听听 对骑车车的有好处 还是对坐车的有好处 然后一听对坐车有好处 不同意 是不是啊 一听门 对骑车车有好处 同意 他就是干这儿 同意 不同意 是不是啊 他就是橡皮头上 橡皮头上 那还应验呢 是啊 对不对啊 知道 对吧 对吧 我们一开始呢 几何才到我们的梦想 不就粗黑的手来掌大印吗 对 对 对吧 对 像是说你小皮头上 虾 自己害怕把铁扔了 是不是啊 就小皮头上 对不对啊 我们以后就人大 说人大 小皮头上 对了 小皮说对了 我以后就是要建一个小皮头上 所有的东西都要由人大盖章才能管用 对不对啊 那就是小皮头上 那就是小皮头上 所以那东西弄得特别好 穷人富人的利益都能得到好 后来我们发现 国家这还不行 为什么呢 国家这还不行啊 就是 或者我们去搞文革 还搞一系列制度建设完了 暗关宪法 要进行制度秘密 就是要让 要 要 它缺一个环境 缺一个人民监督 人民直接制约 直接制约 什么叫直接制约 只有人民有权在纽约上 它叫直接制约 其他都间接的 现在说你可以提一讲 我给谁提一讲 不是啊 民政大学 那几包像个钥匙在党委书记 兜里挂着 那他特点挂着 你要我敢提一讲 那提一讲话活不活 是不是啊 必须是民主大学那个校长党委书记 乌沙茂 由我来带我才敢提一件吧 不过由我来摘啊 是不是啊 我有钱摘着乌沙茂 是不是啊 他才可以挺我的吧 是不是啊 他不挺我摘着乌沙茂 后来就在干这个事 所以 如果再加上一个 人民委员会 或者叫革命委员会 或者叫公民委员会 如果咱为了好听点 为了有点现代色彩 能骗大学生 咱叫公民委员会 是不是啊 就是说吃药加糖衣啊 那个糖衣对真名一段好处都没有 反正不加糖衣都吃了 是不是啊 所以才加了糖衣 好多人对我这个文章有意见 也是说过糖衣啊 里边加太多 说你老不提无产结基 是不是啊 无产专政 我说我的大公民主就是无产专政 但是你说无产专政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这是个新文化 是不是啊 而学生用求新 这叫糖衣 是不是啊 里面药还没完来的 对不对啊 我们同志在学会去吃糖衣 和各个从事人打交道 和各群体学会啊 他爱吃哪一口 应该包括糖衣 哎呀 他就吃喝下去了 是不是啊 他那药还吃得很空准 吃完很高兴 对吧 老说粮药铺口粤 并不行啊 是不是啊 他苦一口他不吃了 他口一苦 加上糖衣 那么 再回到我们这边来 如果再加上了公民联会 类似你是不是啊 就完全完全 对吧 对吧 那个时候 我们政府 在贺关上 将会变成真正厉害的公民员 反正 他除了外人服务之外 他想干别都干不了 你看 上面有党委管的 是不是啊 决策上有政协管 政协不就拿决策你没用 对不对啊 这个咨询有政协管的 决策有人大管的 下面 吴沙帽有老百姓管的 随时便摘 对不对啊 党带吴沙帽 老百姓摘吴沙帽 对不对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政策呢 有政协出 那边有人大地 你这官还在干嘛 你除了贵律服执行之外 对不对啊 还有一个 网络 大自报 就是 网络是什么 咱们现在发起的时候 不就是现在大自报 对不对啊 只是过去大楼 贴到墙上 现在贴到网上 贴到电脑上 对不对啊 你什么腐败 你想名字上学 四千 雙眼睛 丁住他 你想腐败 他加了两半 学什么眼睛 你想腐败 门怎么没有啊 对不对啊 二十四小时 全天活监控 哈哈 再加相云有那玩意儿了 那时候 就群众丁股的看来 看当官呢 就不是当官看你了 是不是啊 每一个当委书记 加盟口一个 是不是啊 校长加盟口一个 楼道口一个 办公室 大边上吊了一个 办公桌停了 还有一个 你啥腐败啊 手机随时拍 拍着上网 对啊 那么随时上网 而上网咱们 那个时候 他自然的行为 今天美国 实行的 那个 那个 有罪推定制度 没办法有罪推定制度 你就是从中国文革学了吗 不需要证据 群众告当官的不需要证据 穷人告富人不需要证据 各方文革还是要求 他自己来证明 他没罪 证为不了你就有罪 不需要证明 但是猫就是 就是这么干的 说陈一贪污 陈一必须要出来证明 我没贪污 证据不了你就贪污 是不是啊 就必须得打贪 所以中国 不是中国 全世界当官的 富人不怕 就这个东西 所以老公出来以后 一宣布永远不搞政治运动 还应该当 也应该当过人激动的哭啊 永远不搞政治运动 解放 贪吧 牢牢吧 是不是啊 反正也没人管了 是不是啊 呼的一声就跟腐败打 扎门 一打开再也行不出 说有的人想说 中国的腐败解决不了太深了 我说要谁来解决 你让当官来解决都解决不了 你要老百姓来解决 一晚上都能解决 是不是啊 我怎么解决不了 怎么都解决不了 咱这么多人 就我们俩谈呼 你们解决不了 是不是啊 你让我们俩解决 我们俩肯定解决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对不对啊 好 那么这是我们讲 这个 他的第一个 问题 大家以后不要再跟你说了 全都不要再人于一人 肯定他制度有问题 他制度有问题 他怎么回来复辟了 老百姓没办法 对不对啊 他透支共产党气 他透支的是毛泽东的气 就像美国现在透支了全世界的财富一样 对不对啊 那么这几个 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那么确确实实 制度有不成熟的地方 就像小孩一样 对不对啊 他婴儿生命力最小大 但婴儿又是最不完善的生命 他不会唱歌 他不会写文章 他不会弹琴 对不对啊 他不明是非 对不对啊 他确实有一个制度 有一个完善的过程 做完善的过程 你比如刚才我们讲的 后来主席就发现了 那么今天我们看着很清楚 下午我们就解决这问题很容易了 就建立人民监督这个环境 是不是啊 最初为什么没有这个环境 它也带有必然性 因为最初那些官员 都是舍生忘死的 替劳英雅 打天下 是不是啊 那战争考验的 生死考验的 他一点私心都没有啊 他那时候也确实没有私利 因为他那时候都是光棍 因为他路干嘛 是不是啊 他那时候也不直接走后门 对不对啊 他没有形成利益 没有形成建筑力 没有形成集团利益 因此那时候 大家交给他完全可以 所以很放心 他都交易路那一封事干 都放心行 是不是啊 因为你干嘛 你说你干嘛 你还要交易路这些人呢 天下琢磨了 他怎么想个办法 让他交易路活得不舒服 你说他天下给你种树 对不对啊 为你最后累死了 是不是啊 人的亲的肉长大 人民 这个整体的更是 善良的道理 所以人民就没有想到 我怎么去约束工的老干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就是那时候 老百姓藏着巴陆军 他不会防着巴陆军 哎 不行 我得赶快回去 我习惯还在家呢 是不是啊 对不对啊 绝对没有任何 老百姓这么想 他防着巴陆军 不是啊 他防着他 你不救他的人 对不对啊 和那个 咱们山东的那个 红嫂 柠檬瘦 柠檬瘦 他在挤奶盒 是不是啊 要万一他一天干嘛 一天小子妈品质在不好 是不是啊 你才有流氓习气 你说我可以了 哈哈哈 那是不是人民干权关系啊 大家在这些老统领啊 就是那种实情 是不是啊 对不对啊 人民没有想到去房干 去客宿干 对吧 当人民想到的时候 领袖告诉人民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们制造了一个思想加速 利用了人民善良 就说是破坏老百姓 我考大学的时候七七七 第一批文革委 政治题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批判 从民主派到总裁 今天看来是民主派到总裁吧 没操法 是不是啊 如果说写微信文章 那是我写的唯一一篇 我从来以后 就再没干过这样子 因为考大学 是那种办法 你要说 说张老师的五点 这就是五点 早上就要上大学 你批啊 你批不行啊 那我上大学 我就再没干 好多人老师 你啥是觉悟的 我什么叫觉悟的 我从来就没有跟人 这头不想跑过去 所以他形成了一个缺险 大家 在说的老同志应该记得 粉约四人帮以后 文革教授以后 给四人帮扣的第一个帽子就是 破开老干了 所以我当时我记住 我们班 那个济南军军 副司令的儿子 真的联合过头 都动手了 后来我就讲 我说我就不明白 破开老干 不怎么能成罪名呢 那你爹是为谁打天下 如果说你爹是为你自己打天下 那你这个天下 那你这个天下 不也从别人手里破开来的吗 是不是啊 你不也从老讲到你破开来的吗 你不过给讲去 官民弟兄们 这怎么这天下 到你手里去哪 是不是啊 如果说你为人民打天下 那人民不全拿走不正好吗 对不对啊 咱们破开老干部成了个罪名呢 就我最近想跟上 我是破开智分子 对不对啊 我只有中国这么智分子 才能编导说这种 无耻口号来说破开智分子 那咱智分子不能破开他 是不是啊 咱都不能破开好人 是不是啊 什么叫智分子 破开智分子 你坏蛋 你智世界的不 那那那那那 春春没什么智分子啊 那那你的罪名呢 就应该破开晴晴晓链 因为他不是智分子 对不对啊 这什么浪批的罪名啊 可是大家都眼泪汪汪汪 去接触这个罪名 是不是啊 都没有个用 真情迫害智分子啊 破开老干了 不是啊 他编造了这一系列的谎言 所以今天 同志们 咱们回回来看看 国际哥呢 这歌词太大了 冲破思想牢笼 真正的把老百姓 关在被国学被压过地位里 不是军队 不是警察 不是国家之界 而是思想牢笼 不许形成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到了今天 所以我们 我感觉 我们所谓具体情况 具体分子 这就是具体情况 具体分子 是不是啊 不要冲向罗译来讲 所以你冲向罗译来讲 这个说法是对的 是对的 那天我和一个同志呢 这还谈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 这既然从同志往说出来 我问 有所谓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在德国这个相关系统 他在德国国大家话 就这个问题啊 我们俩 我们探了很长时间 我说 一个事务完善的 新生事务 他必然也有反复 必然也有造成措斩 甚至失败 但并不一定说 新生事务本身有缺陷 这两回事 是不是啊 就是说 这个孩子生下来 你有能够让孩子掐死 并不是说明这个孩子有缺陷 对不对啊 我们在这斗能力 把一个孩子掐死 是不是说 就是孩子自身有问题啊 不是 对不对啊 新生事务 它有个完善过程 它有个力量成长过程 对不对啊 那么在这力量形成之前呢 它栽几个根斗 翻起了双饼 这正传线线 不能由此而到这个天 那么 确实是怎么样 这是我讲的 第二点 我刚才讲了 我再不多讲了 就是 做官权权 有一个 确确实实有一个 这个 改造现观 斗瓷脾胸的问题 斗瓷脾胸啊 今天来看 那才是共产党 真正的 一个修炼的不二法门 什么是吧 道德剑上 要斗瓷 政治剑上 批胸 什么是吧 确实 这是一个问题 几千年来 中国又是农业社 特别是中国 革命又是以农民为主力 那么农民打天下做天下的意思 不可能不代入这个军队 这个政党 尤其是更造恶的还在 什么呢 大家都看到南朝起义了 南朝起义 好多 共产党的领导人 都赖自于旧军阀 实际上有好几个史诗 照发不懂 是不是 他天生就形成 有老的大家家 老的做这个家 历代农民起义 也是这个逻辑 只有共产党不是这个逻辑 从春春物黄开始 对不对 也都是什么国籍 那么这样一个 长期之中的习惯事理 对不对 这样一个传统观念 短期内很难够 后来毛主席 发动国大革命 后来提出了要完成 由民主派 向社会主义革命派 对飞跃 几乎是不可能的 说主席最后都没有坚持提了口炮 只是仅借他们 不要从民主派走向左思派 是不是 民主派到左思派必来的 就是打开架 做开架 打开架他是民主派 做开架他必然是左思派 是不是 他必然就是要败了黄石人 南八天 所以主席就是想用告诫方式 但是这个因素确实是起碼很大的 这和中国制度建设没有关系 这长期的观念 得影响清楚 这恰恰说明了 主观世界改造它的重要性 所以 以后 我们不仅不能够放松 主观世界的改造 而且要加进 尤其是二十一世纪 大国决战将来 不再在战场 而在意识形态 所以意识形态和二十一以前有的 二十一以前的意识形态 主要是 像中央讲的 是雇本胚圆 而二十一世纪的意识形态 它是双强 它是双强 它既决定了我自身的 内在的素质 和生命的健康 它也决定着 对敌人的打击力 它也是取胜的主要武器 这是我们进国 这次反复说 需要认真总结的一个方法 有些人 早上集团说 搞毛红教 搞毛红教 我都不同意 但是我能理解这种心情 这个搞宗教啊 丢弃的中国它有个根本的弊端 在叫自己 你别看欧洲人 阿古鲁萨克逊人 他以基督教定天下的成功了 你中国就不行 为什么 中国 它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层的国家 别说是毛泽东思想的本身 他宗教想冲突 他想冲突 是不是啊 他用内在冲突你搞不了 即使你搞成的话 你反而把他扁定 他无非就是老子释迦牟尼 那排位而多了一个 是不是啊 我不大赞成这个东西 但是呢 我理解 如果说这些人 是为了加强一些形态工作 是不是啊 而是为了我接力 一直去形态工作 常态化 尤其作为人民 未来人民啊 一般 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想其他办 可以想其他办 文革也是在探索 当然有些探索 今天看来呢 我们感觉到就是很形式化 对不对啊 你们都早请示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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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他留意行为 他没有真颤护 其实基督教 伊斯兰教都在搞成 找情人乱 对吧 伊斯兰教规定一台请示五次 咱们两个人请示两次 是不是啊 他比他少三次 正教也是规定 每对犯都请示一次 对不对啊 基督教的对犯 主先吃一口 我再吃 对吧 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一个礼拜上来他教堂 对不对啊 结果咱们一过定期半个月 一玩不一回事吗 一块儿学习 交交了王武思想的体会 不一样吗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马上你就没有一天八次吧 二五次吧 是不是啊 他就后来 我就在命上全我知道 后来就连行事都没了 是不是啊 就咱们现在的行事也都丢了 但是有 包括空人讲的 三日必行五身就是值得 但是有 每个人得经常的 得经常提醒自己灵魂 所以鲁建也在讲 举东三尺自由生命 对不对啊 一定要有这种东西 就好和洗澡一样 是不是啊 要经常进行灵魂的沐浴 和思想的清晰 也要行之自觉 就像我们现在洗澡药 都不用大家逼着了 除了孩子之外 是不是啊 都很自觉地挥动 尤其住品馆 不洗白不洗 对不对啊 是吧 一天洗三次 是吧 哎 我们要想办法 創造一个制度 一个氛围 一种文化环境 让大家自觉地思想洗澡 文革就是像他说的 文革在现在想想 比越远越回答 他每一个堂口都很美大 只是好多人 好多人一句叫我 好多人一句话 我说 那是和河门那个 法区院的那个院长 这个 后来我就讲 后来讲文革 他就很不屑一顾的 遭清晚会报 我说我们基督教就遭清晚会报 不是总统的叫遭清晚会报 他比你还愚昧吗 你不是才能够的院长干吗 人家是总统 是不是啊 不是总统就遭清晚会报 每天下午三点 读圣经就雷达不动 对吧 我们确实实下一步 我们要想 我们要想办法 把主席定 什么要继承主席一致 就把主席没有做完呢 是不是啊 我们把它做 做起来 做好 这个方法我希望大家要小心 我们有什么办法 让人像洗澡一样 每天洗自己灵魂 不是啊 很自觉的 而不是像 咱们养孩子强迫的 不洗啪就一巴掌 是不是啊 拍的妈妈去敷 再不洗啪就一巴掌 对不对啊 反正自觉的洗 自觉的洗 我们这个民主需要这个东西 尤其是我们将来要搞社会主义更需要这个东西 有一句话 不 他 有一句话 他的逻辑是对的 虽然这个话是错的 就是 蒋介石经常重复的孙中山那句话 孙中山讲 民主是一个过程 中国要走向民主的需要三个阶段 军政 训政 现实 军政 开始就是 军政就是 成杆子 逼了你 没什么道理开枪 不行拉着就毙了 是不是啊 养出你的习惯 对不对啊 哪怕人要 拿 这个 拿这个 毛色枪逼着 议员投票 不投票 老子不让你回家吃饭 就像说的一样 一个视频 对着一个议员 三枚大炮 对着议会门口 谁跑出来 就洪水 但必须得投票 旁边不理解 你这大部分人 你直接投了不就完了 是不是啊 他500个议员的 500个视频 一个视频 后头一个强警脑来了 投票 他自己也是 拿次老对着 叫号 说把帽子给我戴上 他自己渴望不行 他自己渴望没合法性 他就没看见 他病毒的教皇 就是啊 给皇上靠带帽子 他逼的教皇 教皇不带 不带 我就摘了 快给我戴上 这要逼的教皇 人在他那儿 就给他戴上 他就说 君政 是不是啊 没道理看讲 逼人干 第二步是训证 训证就是说教育 你不听我再给你动手 是不是 监督你 到第三步就完全不管 现在 他那位松山讲说中国这个民族啊 你只有这三步才行 最好养孩子 第一步养孩子咱们再说都是军政 是不是 养孩子都军政啊 一点民主不给人孩子 是不是 捆死死的扔那个地方 哎哭就哭 哎哭就闹 对不对 都很大大了 训证 上学了 经常放错了 家长过来教育教育 是不是 他一看他朋友不行啊 小学三年纪都他朋友了 是不是 长大了再探 是不是 长大了一看 找了朋友品质不好 不行啊 家长这些味道倒霉 是不是 训证 不听了就给他动军阶段 是不是啊 老子不管饭 是不是啊 不动我就哄出去 那当参业工作了 他当市长了 当省长了 你这时候就训证 你也训不了了 他也就是 陷阱 就你贴他的 是不是啊 至少他不通计 那么我讲哈 我不同意孙中山说的三个阶段哈 我就不说我为什么不同意这个人 但是他的逻辑是对的 逻辑是对的 那么一种文明 尤其社会主义 他就 社会主义是个自我约束才能达到的过程 社会主义啊 他说约束你的内在欲望 因为你今天啊 剥削社会 剥削外在富裕你好多你 不合你的欲望 你现在每个人 彩笔心教 色笔心教 潜笔心教 权笔心教 权笔心教 对不对啊 你们的心跳啊 被各种乌七八糟都塞的满满的 你不约束你怎么成佛啊 你不约束怎么走 社会主义道 老放送自己欲望 所以他的约束 但这个约束是对你好 家长约束孩子一样 确实有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 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形式 建立一种内在的道德约束提醒 保证这个五十三亿中国人 不断的通过自我改造 而不是说你改造他 而不是说领导改造 是不是 自我改造 自我与着自我 那么进而呢 能够达到一个更大的境界 那这也是 如果我们这个工作做成了 这将是我们对世界的巨大的关系 巨大的关系 因为现在虽然基督教也好 其他宗教也好 在这方面做了一些 但是宗教本身的这个互相冲突决掉不行 那基督教就将来非要废除这个宗教不可 慢慢点废除 也不是说一声令下 因为基督教这个宗教很坏 你看信基督教的民族 都是杀人发火的民族 但是你回一回一样 反正信基督教的民族 都是杀人发火的民族 为什么 他的宗教太坏 他宗教就让你杀人发火 所有宗教都规定了 伊斯兰教 佛教 道教 你要是敢作恶 杀人放火 是不是 那坚硬若夺 你就会下地獄 你就会来吃遍神口 是不是 你就不得重生 所以他对罪有几个约束作用 这千里不太大反正 而只有基督教说 你只要向上帝 忏悔 你啥多人都没事 结果西方人 他就说 夸离都把人砍了 上帝啊 是不是 然后夸离砍了 上帝啊 又没事了 夸离今天灭的民族 一声上帝阿们 就啥都没了 但是一忏悔啊 就上帝就原谅你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 他自身的 他自身的不完善 第二方面 第三个方面我想讲的 我想强调一下 就是于 我们这个民族 的宽容 特别是 毛泽东思想 就毛主席生前的 很特殊的思想改造方法 他没有 对 那些 罪大恶极的 博税集团 不小分子 形成 足够的历史恐怖 有很大关系 这就是张春桥最后一句话 讲的 我们在批四人帮的时候讲 张春桥被捕 前的最后一句话 就在他日记写了一句话 中国的问题 就在于杀人太少 因为主席生前定了 一个不杀大的国家 我们没有形成 足够的接近 没有形成马克思那个 专政的例子 没有形成这样一种 阶级专政的类似 所以 中国的剥削集团 一旦形成复辟 它肆无几乎 它无所顾忌 这 各种问题 嚇唬给中国的 毛泰共产党人 提出了一个 两难 选择 原来说怎么办 问我说 大家比较一下 人类历史的大革命 世界历史大革命 就会发现 唯有中国革命 是不杀人的 英国大革命 英国大革命 把查理王拉出来去砍 国王啊 法国大革命 把路易十六拉出来砍 而路易十六在 法国历史所有皇帝上 应该是最开明的皇帝 因为法国大革命 其三个是家长送来的 一个神经病 也就一个岁份 皇帝照上 俄国十六革命 把沙黄 一家二十二口 拉扯人 技巧扫了 那么正是这种阵压 而当时法国大革命 特别是 法国大革命 一天光判学书 死刑判学书 就一千四百多份 他形成了一个红色口 他告诉了所有的反动态 即使明天 你掌握了政权 你也不能胡造非力 对不对 否则 大家远远相报 那么正是 欧洲无产阶级 对这种红色恐怖 来回答白色恐怖 所以他形成了 阶级之间的暴力均衡 就像鲁皮讲的一样 各个阶级之间 就像毫无一样 保证的时尚剧 都不要做得太过分 所以大家看 大家看历史 英国革命复辟以后 没有清算 造反弹 法国大革命复辟以后 也没有清算造反弹 包括王朝复辟啊 那么八九年 苏联共产党社会被推翻 也没有去清算那些革命台造反弹 是不是 都没有 在整个世界历史上 大家查一下 唯有在中国这个土地上 发生了一场又一场 反革命对革命者的报复 先使国民党欢乡团 真惨的欢乡团 点天灯 发炎 抛福 都能干的 正使国民党的欢乡团 把国民党在道义上 彻底判了死心 他把全中国人民 都赶到共产党身边 当时那个陈不雷 自杀陈不雷 哭就劝蒋介石 说千万不能 国军收复失地以后 千万不能带发炎团回去 但蒋介石扣路 尤其国民党 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代表 决定了 他不可能约束地主阶级 他没有能力约束地主阶级 但是 温哥以后 你看 最造化派的镇压 全国镇压几百万 而且 老奉讲五十年 不得重用 五十年以后 你再重用也没得重用 那时候这下是很厉害的 所以 这一次又派对郭熙来 习近平他们一威胁就管用了 小蒋积德蒋家享用多年 对他们威胁郭熙来的话 就威胁红二代的话 马上去都有 为什么 中国历史来看得很清楚 毛主席 摔成中国人民反战以后 他没有去报复的剥削阶级 把 包括封建皇帝在内 国民党在内 包括国民党在内 都改造成了 社会新人 你看 甫义那个 皇帝前半生啊 他讲 六四年我拿到选民证的时候 他都哭了 他真是有了人的感觉 他真是享受人的幸福 人的热度 他对毛主席的感觉 发的内心 包括达来 达来那么多反共 大家注意的注意 大家从来不反劳 你们注意了吗 当时 要镇压 达来统治集团 十一群魔鬼 杀掉了八遍 都应该 毛主席 仍然采取 对他们性改善的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 达来叛变 整个 解放军国整个拉撒飞的水下不通 连着仓友都飞不出去 但是 当时的 司令员给毛主席 因为毛主席规定 所有的 这个问题 毛主席亲自听电话 那么给毛主席汇报 说达来要跑 毛主席说 解放军给他让开一条路 而且要护送他安全出境 还不能让大家知道 解放军暗中 保护了大家 后来大家知道了 说他能够叛逃和顺利啊 是毛主席下令到他走 毛主席留人留心 是不是啊 既然留不住了 他要加人 向云阳加人走一走 还有复生的那些国民党战犯 那些日本战犯 那么丧失人性的日本战犯 凡是在共产党监力出来的 被改造了 一辈子再没改变信仰 都变成了和平时事 那么 毛主席的这条探索 他的伟大意义 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破告 他把革命变成双重革命 第一 穷人从物质上发生解放 富人在灵魂上自我解救 发生解放 毛主席的伟大 无论你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 你都 真是无难令人言语言表达 所以西藏人民提到毛主席 他就一句话 毛主席红太阳 这种红太阳事实上里面讲的 他再不知道这种表达了 真是这样 但是 这对人类来讲是一个伟大的模型 由此 中国人民付了很大概念 就是反动派他们有历史恐惧感 你要瞪我平 最倒霉 谁无非就到工厂干两天活 还有白糖水喝 还有小龙住着 还有警卫保护着 你看后来毛家多惨 按照他们的逻辑文革是个妖魔鬼怪时代 那时候妖魔鬼怪时代应该老邓特倒霉 他说今天是个民主法 这个威民时代 那毛家应该特别好 毛眼星多惨 那是毛家唯一的后台 是不是啊 中西三个孩子 一个丢了 一个牺牲了 一个是神经病 绝后 就是整个毛家就外形的一个处理 所以连王振当时都震撼了 王振去找贵耀邦奖 所以我们这人无论文革期间吃了多少苦 我们家庭都完整了 我们后代都长得好好的 主席家里就这么一条最后的根儿了 咱能不能被主席留住 所以我们这人无论文革期间吃了多少苦 剩下贵耀邦还不错哈 贵耀邦说可以 王振你去解决我 王振不行 你是从主席 你得写个手语 贵耀邦当时就写了一个 王振就拿着贵耀邦的手语 到齐龙监狱去替人 王振的意思是 不是说饶恕毛眼星 是把毛眼星提出 从监狱拿着软禁的 就给他盖个房子 是不是啊 给他的饭吃 对不对啊 扬起来不就是 是吧 秦城监狱长给 王振的讲说王老 别说你还拿着中央主席的手语 就你王老子 就凭你王老子的威望 秦城监狱 要替谁你可以带谁走 但唯有这个人不行 这个人替谁谁都回头 他说既然 建议长讲 王老既然你来了 那么 也不能让你白跑一趟 那么我可以提到他的待遇 就把毛眼星 毛眼星 秦城监他分三个层次待遇 最低层次住那个草莓 睡着地上的草啊 中江那个待遇呢 就是睡床 在监狱 最高的待遇呢 就是住招待手 招待手也算是招待监狱 他不出来大门不去 所以既然你王老 来了 那么我就提高一下待遇 我让他住招待手 就把毛眼星由牢房里拿出来 放着手 结果 王震刚走 结果 就把毛眼星从招待手 又踢出来扔到那个最低层里过去 所以毛眼星后来腰和腿完了 他现在两个腿全是那个 钢的 就把骨头取出来换上那钢 就换上钢 就换上钢 就是钢 代替骨头的 钢管 钢管 钢球 换上钢 正是因为有这个背景同志们 所以 右派对红二代才敢这么威胁 是不是啊 因为你左派 站了上升 最多我当两天老百姓 是不是啊 最大的一个当两天老百姓 你看那个大中毛雨士 和大中电视董事长张大中 在北京预言谈 五百个人在那儿聚会 纪念张大中的母亲 说那 说他母亲是一个是个右派 在文革当中受尽妇害 所以 这 见了几个帮我包的东 大死妖魔化 后来我就讲 我说 我说一个右派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在受尽妇害情况下 单身 一个单身女右派 在那个状况下 养大了七个孩子 还养出一个董事长来 你可见那个时候 他对这个右派以仁慈到 什么程度 我说你现在不是右派 你在说谁能养大七个孩子 在养这个董事长来 什么时候 就算说 这没有受迫害的 你回去给你亲孩子 给让你养大叔叔 现在为什么有底线 就是因为他海外 海外有财产 海外有退路 所以 中国必须 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 要切断海外退路 中国的问题比中国人自己解决 左派右派 这些革命反复制相不说 对不对啊 只要不踏上海外 这条船 所有问题都可以 都可以远 这是 我想这是下一步 中国所有革命者 爱国者 毛泰国人党人的底线 这是我们宽容的底线 这是我们这个民族 现在能看清楚的 我们吃鬼就吃在这个地方 好多人不就是吗 孩子们 孙子们 都安排好了 然后他就 无所顾忌 毁灭了国家 怎么 恶毒他把这个国家 怎么把什么地方干 就像 这个事不大 就像最近闹得 帮富富洋洋这个国债的问题 是不是 美国国债不少别的至少在贬值吧 是不是 我为什么会 这个时候 还要散 还要为商品 外来会 还要开辟我们的场所 去年一花 文化联盟就打开了 也要引几辈子 这已经不是一个 还有昨天我讲的石油问题 这个事情 还拿石油 换美元 你还是个政策问题 还是事务问题 还是个认识问题 转基因全世界都不吃 但是这一点至少知道吗 今天是个信息社会 对不对 见别人都不吃 咱是不是咱要套一套 凭什么非要中国人先吃 那吃出事了咋找 就算转基因推卖量没有问题 那基因武器也是很可怕 那这是我 我想的 刚刚和大家讲的 中国格队遭受措施 遭受反复 那它得 第三个反复 那最后一点 我不再多讲 我再提一下 就是 其实昨天我也讲 就是 今天我们在回顾 马克思当初那个担忧 不是没有道理的 马克思当初认为 社会与弊 全球同时实现 但是一个国家 搞不了什么 你搞社会 你没法消费商品 消费货币 因为你在做贸易 对不对 你没商品 你没货币 你和美国你怎么做买卖 是不是 你无销换 换换换换 找不着个中间人 现在看来 我倒不是说是 回到马克思那 原有杰斗上去 说列宁是错的 是不是 它至少提起来我们一点 就是社会主义 它需要移动条件 马克思也反不强调 经过居主权上这样 确实是我们今天来看 当时的社会主义条件 确确实实无法满足社会主义 有些本质要求 你比如说我在那里讲 实际经济不能搞 这个公有制 虚拟经济很简单 这个大楼我们不能一人一份 但这个大楼的股票和债券 我们可以一人一份 是不是啊 而且这还不是自由化 观众倒是很简单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一百万亿金融资产 六十万亿国有金融性资产 把这一百六十万亿资产 现在分给每一个人的话 那么一个人的十万多亿 对不对啊 十万亿嘛 对不对啊 那么这十万亿仍然是国自卫来过 那是国自卫来过 统一来过 只是我们每年都有分红的权利 这是不是就真是你的公有制了 你每年就有十一利益了 如果这个时候再有人来复辟 你是不是你要给他玩命啊 对不对啊 那么 你要苏联也好 东欧也好 包括中国 产生改革的悲剧 其中一个内赛原因在哪 一个内赛原因 就是公有制和老板 现在没有这些利益 他当官留意 明明我们委托国家来管理 国家是有官员组成的 我们就有官员来管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刚才我们讲了 我们又没有约束官员 是不是啊 后来主席搞马刚宪法 那也可以 但是后来也没有形成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 可以 两个人就走 一个是把他 把在虚拟经济集中 把现在资产 那么大家 公众直接占预 国家同一观点 或者叫公民委员会也好 什么什么 赤公民委员会也好 叫美国的员工赤公民委员会也好 叫美国的员工赤公民委员会也好 或者是再次寄床和马刚宪法结合起 马刚宪法结合起 马刚宪法结合起 不是 马刚宪法 马刚宪法是思念 对 和安格下宪法结合起 那么现在看来 整个世界微观经济发展的历史 是证明毛主席的安格宪法 是微观管理最完善的企业管理方法 因为美国、日本早都是走 欧洲 那么 他 这也是解决 解决这个企业 集中管理 共同战友矛盾 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这一次 这我们讲的他的调整 那么 虚拟经济这个问题 他就能够解决 我是举例子哈 那么 网络也是 那么 过去我们搞大众民族 搞大民族 我们主要是不具备条件 因为传媒手在一线 只能满足 那精英的要求 而今天网络发展资源是无限的 可以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 应该现在手机都做了 人人都有 让网络覆盖前景 那么 因此呢 每个人可以表达自己这个思绪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 重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完全就被调整 我们中国很有可能 会成为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社会主义 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国家 而这一点上 现在西方的政治主义 和经济主义 和经济基础 已经发生冲突 进马克思那个时代以后 他再次把人批误了 马克思那个时候 对他一些不克服矛盾的预言 他并没有解决 后来之所以 因为资本主义今天 会这么好事 因为他吸收了社会主义因素 是社会主义救了他 而现在 以往马克思和列宁 所探索的很多社会原子 对他也不起作用 他这些资源再次用老头了 今天少数精英 控制整个社会资源 和大众之间性质矛盾 只有通过大众政治 大众民主才能解决 而这个问题 整个世界新闻的方式 不是什么 所以我们讲 我们这一代毛快共产党人 有可能是历史上最心理的 最心理的 对我们感受了一个尾巴的 神圣的 而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一场歌 而这两个人的方向在哪个地方 我们也很清楚 因为我们有毛图的朋友 这就是我回答的 那西方记者也有 他为什么中国共产党 中国那一骚高他都没垮 我说到了成年来 中国有个毛图 苏兰没有 东欧没有 中东没有 北非没有 我这就不难道理 我今天也是 毛德东 我们到今天可以让讲 毛德东思想是中华文明五千年 五千年文明的结晶 是几百年来东西方文化相融合的结晶 他蕴含着人类最伟大的政治智慧 而能否把这个伟大的政治智慧变成人类伟大的政治智慧 就拒绝于五千 我们很 那么这是这个 我要讲第二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福音收入的关键点 集中点重庆 那么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福音收入的关键点 集中点重庆 那么 这也是 最近中国矛盾结合计划的原因 以前 在此之前的争论 之所以没有演化为激烈的社会阶级冲突和社会政治冲突 是因为右派牢牢把握那个蛋糕 你最多的争论只是限于易经派 幸福幸福也好 是不是啊 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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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幸福也好 对不对啊 蛋糕在他手里 右派的最大特点就是 他讲究利益 他把利益看得高一净 他不大在乎那个易经态 他也不在乎面子 他也不在乎功底 右派是不要脸的 是不是啊 他在乎利益 因为在此之前 蛋糕完全在他手里 是不是啊 你再喊 再骂你啊 他也没事 这一次为什么牢牢牢牢 重庆 重庆开始分蛋糕 开始重庆分了 转变发展方式 胡锦 上台那台起 就提出来科学发展官 但到现在 还有几下都该走了 也没有完成 那么这一次重庆 真要开始动蛋糕 分蛋糕开始调整利益关系 你比如说 要把劳动所得 这次不现在主播我查 就很清楚了 从百分四十挑到百分五十 这就蛋糕 是不是啊 对老板来讲 那么就要从你的签一块利润走 是不是啊 这是实的 这就是马子讲的间接利益 这是你死我活的 这是绝对不会妥协的 所谓为亲兄弟明算账 对不对啊 天王老子这个东西都不能账 对不对啊 因此 他进入了实际性系统 矛盾开进 右派 开始动 大家都开始动平和道 那么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整个中国行政极端之下 也正在这个背景下 毛女士本来中央说要处理 毛女士同样不处理 不然不处理 好像下次从我们来 那么 由于 重就 率先跨着调整分配关系 调整这个关系 分担高的 第一 如果这一步重新跨下去 全国的分担高 就是必然 这是多分少分的认识 是不是啊 就是刘元朝 最后一个 最后一次在重新讲话中讲的一样 如果重新成功 是不是啊 将会作为 一个模式 推向全国 全国的用派 全国的富人 全国的官员 全这些洋人 也都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 是不是啊 那么今天重分担高 就我昨天讲这个 第一 要切掉美国一块他们干 中美国已经形成了 中国生产美国消费 是不是啊 那么你现在突然改变 他解决不了 那么国内的老板接受不了 国内的官员也接受不了 那么 那么 矛盾 就做到计划 这是我们讲 最多就做 如果他成功 全国都会分 如果他失败 现在 穷人就彻底没有之亡 出出彻底没有之亡 而 这是穷人的最后一次之亡 这是最后一次之亡 反正之亡 那么如果这一次穷人再绝望 那么接下来的 那就是大 动荡 大革命 大动乱 大分裂 整个中国社会都接下来的 六五号 所以我们讲的 这一次关键就是在 最后不起来的 而且 这是我们讲的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只要是 希望 中国 能够和平转变 是不是 我们不希望中国 需要什么大动乱 重新洗牌的 我们都应该是重新的 好多人老说我吓唬大家 说中国重新洗牌没问题 历史条件 条件 是不是 今天的历史条件 确确实实 和二十年 世纪初是不一样的 今天中国 不会再出现二十年 出各个国家 一个人养个军 发生的互相墙 是不是 各切一块利益 因为那个时候 人类没有资源问题 那么中国这个大蛋糕 完全可以满足西方列强的 共同需求 因此大家每人切一块 第二 只是个大小的问题 而今天不存在 各国到中国来切杆刀 而是一个灭绝的问题 而且中国在今天资源极不平衡 我们各地根本没有独立生存能力 条件下 一旦分成七八个实体 独立国家 他非打内战不可 而在今天军事技术 条件下 一打内战 死者无数 历史上每一次战乱 死者人数从来没有低于过三个战 所以中国老百姓才说出那句话 您做太平权 不做敌乱人 你可见这个战乱 是不是 给老百姓带来灾难 有多大的 你可做狗 是不是 他都不愿意 当然有的人说避免不了怎么 避免不了再说避免不了的 咱们现在要全力避免 是不是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这和毛外还没关系 对不对啊 因为我们中国人这是我们的家人 是不是 将来死的是我们的同胞 因此我们能够有一些和平 我们的希望 我们就要付出九十九的努力 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们就要付出百分之九的努力 而且在这里 我要讲一句 在这我们还要让整个世界上 整个全国人都看到 毛牌共产党在推动中国追求 和推动中国合作软件方面 所付出的真正 这是一个 第二 我讲 当薄熙来最近这一次讲话 最后这一次讲话 他提供共同富裕的口号的时候 他已经不再是改良运动了 而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但是这些都是改良 是不是 共同富裕 为什么呢 可以这样讲 所有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 规定到底就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那还是其他目标吗 对不对啊 马克思为什么把共产党宣言 把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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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共产党任务 给我们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的 就是因为私有制 他只能实现少座的富裕 是不是啊 他只能实现全国主义的富裕 只能实现各国家的富裕 他实现不了全民共同富裕 所以我们要消灭私有制 我们才要建立共同富裕 那都是手段 目标就是共同富裕 是不是啊 而共同富裕只有洪隆私 毫不疑问 所以 当共同富裕这个旗打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不再是盖阳了 而是阁路了 他反映的是中国 千百年来 老百姓共同的 最根本的利益和愿望 就这一点 他站到历史的 道义之后点去 或者讲 我们共产党宣 道义之后点 他站进去 就像毛布錫 当初提出 大陀佛分田地 这六个当次 反映了两千多年 农民的 历代农民 齐农民革命的最高理想 和农民所有被益的 最深厚的给予来 杨麦娜就因为那本地 他再丢了老闹 丢了女儿 他有那本地 他啥都丢不了 是不是啊 那么 薄熙来这个口号 提出来 他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我坚信 人民会拥护它 那么我们毛派官党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就是为了人民去奋斗 就像主席 讲了一样 这个军队 这个军队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是不是啊 此外他没有任何目的 那么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不止 这位是谁 对不对啊 况且 我们几啊 我们一直在追求 体制内外的 马克思主义的 这个结合 和党内 共产党人的 毛泰国产党人的 这个合作 对不对啊 现在 党内 马克思主义的 共产党内 有个跨外人故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赢上去 对不对啊 否则我们就要犯罪根本的历史 那就是我们对人民的犯罪 历史将会宣扰 我们执行一帮伪兵子 是不是啊 是一帮自私自的历史 对不对啊 而且共同富裕 这是中国人民目前最根本的要求了 而且中国人民现在已经达到了 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了 现在为什么不能共同富裕啊 就是 这个蛋糕一块被洋人拿走了 一块被冠人拿走了 一块被冠人拿走了 一块被富裕拿走了 最后一穷人成就是蛋糕炸 而现在我们就要把洋人这块钱拿回来 我们怎么能做到 是不是啊 这我们现在应该 这应该是我们现在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和这种理想 这是现在实现中国人民利益的一个最佳良机 最佳良机 而由此也可能也会改变 左右派的根本的 左右派的力量对比 我昨天给大家讲 大家仔细一看我发现 全世界的精英阶级已经联合起来了 国内的精英集团也联合起来了 是不是啊 我们也需要这种联合 需要这种合作 如果现在有了这个机构 所以我们一定要全联合 再一个 即使我们不是毛泰国家党的人 我们不 不从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出发 是不是啊 从共产主义的目标出发 我们即使从做人的良心出发 是不是啊 当有一个清官出来 让你给老百姓牟利益的时候 你是支持他还是说你反对他 就算他是个清官 对不对啊 就算他是个林则徐 是不是啊 那你是不支持林则徐 你还是说在后边 因为他是封建王朝的卫士 你补他一刀 你砍他一刀 旷小兵 我们再讲 当他喊着共产主义的时候 幸福不变 而且 在这里 同志们 我们一定 凡是要做最坏的打算 想最坏的 说的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我们 也要替我们自己考虑 考虑 如果蒋思琴 正我们阶级的死刑 集团死刑 如果这次薄熙来失败 毫无疑问 中国将会先进一场清理极左的运动 清算 第二次清算运动 而在这次清算运动当中 我们这些年来 中国左翼 你谋害共产党的所有努力将会 就此烟消云散 有人讲 人民的反抗绝起 是挡不住 对 但是它有时间 它有代价 对不对啊 重新洗牌代价很大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通论我们一定不能糊涂 一定不能糊涂 我们一定要占了立场 一定要抓住历史机会 什么是吧 抓历史机会 那么 可以这样讲 我所里 这是一个清算的最坏的结果 还有一个最坏的结果 一代是矛盾暴放 是不是啊 我们必须 给党内马克思主席 和党内的毛泰共产党人 留一个群众舞台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 这个我想呢 关于重庆问题呢 今天时间都多了 我就简单讲这么几句 是不是啊 把这个问题 重要性抢了 关于重庆高方面总结 我们一刻慢慢来 对不对 但现在的旗子 量水 你不要这样说 这是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多做工作 很多人呢 可能是由于认识问题 由于观察问题 角度上 又不是认识问题 还有一个信息量的问题 对不对啊 大家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认识 是不是啊 大家多做工作 我们呢 见同事呢 都是不干 对不对啊 多做工作 我有一点 我坚信不已 再过几个月 大家可以看 那么 重庆 将会成为 中国政治国家这个焦点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 这个准备呢 我还是那句话 两个方面准备 第一 第一 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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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瓶口号准备 这怎么起来 这个 怎么表述的 这样子咱们大家想办法 就是这个 都是从军模式 还是实验共同呼吁 实验共同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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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可以这样讲 可能从现在开始 有可能主席生前共同 共产党规定的目标 会发生一些威格变化 就有可能从此以后 我说从此不是从今天 从这次矛盾 一定要爆发 有可能将来以后会行 就主席讲这个 领导我们世界的核心力量 是毛范困然大 直到我们思想理论基础 是毛范困然大 直到我们思想理论基础 是毛范困然大 四十八大能够顺利进行 能够使习近平顺利接班 好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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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